一連一鬥的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將會在月底上演 作為女法局舉辦的M品牌活動 加上又是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計分站的壓軸一站 自不然成為世界頂尖球手混雜的地方 因為大家還要為爭入十二月的杜拜總決賽而努力 在男女單雙和運雙五大項目 大部份當時得令的球手都會適數來港 不過大家的焦點肯定就落在去年奪得男單金牌的吳家朗身上 但除了Angus之外 說到最近當FIT的 還有在今季Super Series的頂級賽兩度奪同的黃紅旗 其實今年的狀態一直是循序漸準 保持得比較平穩 每一站都可以發揮到自己的狀態 自己要打的東西 我覺得去年我入到八強 今年都會定起八強為我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再有一個突破 看看可不可以拿到銅牌或決賽 Vincent最近就跟前港隊隊友兼女友陳梓嘉拉上天槍 他還說新婚會為自己帶來好運 一定給我一個很大的動力 因為已經有自己的家 更加不可以退縮 要勇往直前 每一場球都是貫徹我現在的 要全力以赴 不是盡力而為 就是用盡一切的方法去贏下來 至於年中在新西蘭贏得格蘭P自賽 兼職業生涯首個錦標的年輕球手李卓耀 就很期待在主場獻技 在香港打會比較有信心 因為主場 但是自己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態 因為自己都比較小 都是用一個像上年那樣衝的心態 去打每一場球 另一隊當旺組合 一定要提上個月贏得頂級賽 丹麥共開賽的鄧俊文和謝影雪 這隊左手混雙拍檔已經調整好心態 兼準備在主場延續強勢 因為當時真的很興奮 但是教練跟自己說 拿完冠軍就要放下重新來過 不要抱著這個包袱 重新出發 心態方面就要擺放好一點 都是全力以赴過的心態 但是希望可以保持一個氣勢 在球場上的氣勢 可以在香港公開賽發揮得更好 至於港隊一傘張眼儀 上季她就成功殺入賽事的四強 不過今季成績不算突出 所以離開張鏡衛是她首要的目標 其實今年自己的狀態一直都比較一般 因為有些關口未突破到 所以一直都比較浮沉沉沉 希望香港公開賽可以突破到 可以突破這個難關 關心今次賽事的香港觀眾 在未來為期五天的比賽 都可以透過買票入場 欣賞各大球手的風采 想行程計劃得更好 最好就聽聽專家分析戰前形勢 講的專家就是在Now Sports 一直為我們擔任羽毛球超級系列賽 評述工作的前港隊總教練 可以趁資材財宿 因為今年的香港公開賽 可以說是歷屆 陣容是最頂盛最多人來參賽的一次賽事 而且近期由於中國隊 在幾個主要的項目 女單和女商方面 這兩個可以說是絕對實力的項目 近期的穩定性比較差 形成現時的格局 全世界可以說是七角那麼短 變成由第一輪開始 無論你是一號種子或二號種子 隨時都有可能是落馬 代穩這個體波錦囊 之後再送一個好消息給大家 香港亦剛剛獲得世界語聯的認可 可以在2018至2021年 繼續主辦超級系列賽 所以羽毛球的球迷 未來真的有大把好球看